将生锈的发动机浸泡进飘满小球的液体中 没一会儿的功夫 锈极斑斑的发动机被清洗得赠光瓦亮 将生锈的汽车架子放进去 等再拿出来时 架子已经变得焕然一新 这就是化学镜字除锈的功效 而它的原理也非常简单 这些除锈材料液体通常为无基酸和有基酸 利用酸洗的方法与铁锈产生化学反应 此时的铁锈成分就会被改变成氯化铁或者硫酸铁 如此一来就可以溶解掉表面的锈剂 氧化皮以及被腐蚀的产物 同时还不会影响金属机体的性质 从而达到除锈的目的 不过酸洗时不能使用纯酸液体 这样它的腐蚀性就太强了 所以在酸性液体中还要加入大量的水来稀释 同时酸洗的液体温度要保持在60至70度之间 虽然过程看似简单 但实际操作步骤却十分严格 而液体上漂浮的这些小球 其实是遮阳球 直径约10厘米 它可以缓冲液体蒸发 阻挡光线 以及防止液体发生光化学反应 而将这些遮阳球倒进河水中 还能阻止藻类的光合作用 减少致癌物的产生 2015年8月11号 洛杉矶政府向水库中投放了9600万个遮阳球 一时间黑色小球覆盖了水库近71公顷的水面 有了遮阳球的参与不仅提高了饮水品质 每年还可以减少约11亿3500万公升的水蒸发 但起到最重要原因的其实是锈 锈通常以锈离子的形式存在于湖海中 可当咸水混入淡水中被送到处理厂后 消毒使用的臭氧就会把锈氧化成锈酸盐 这是一种存在着致癌风险的物质 通常这种情况会出现在露天水库中 因此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就用到了遮阳球覆盖的方式 避免了锈酸盐的产生 回到视频开头的酸洗 提到酸 你能想象到的腐蚀性最强的是什么酸呢 世界上已知腐蚀性最强的酸是浮梯酸 又被称为磨酸属于超强酸 是氢浮酸和五浮化梯反应后的产物 那它的腐蚀性有多强呢 我们来看几个实验 在一根鸡腿上 滴上几滴氟梯酸 瞬间冒出了浓烈的白烟 同时鸡腿上还流出了黑褐色的液体 一段时间过后 整个鸡腿被腐蚀的只剩下了骨头 接下来再来看看 氟基酸和活性金属会有什么反应 这是铭元素 正如我们看到的 铭与氟基酸发生反应的过程中 产生了大量氢气 接下来 在一块钠表面滴上一些氟基酸 在一阵浓烟过后 伴随着爆裂声 那着起了火 最后将一块钠切开 滴上氟基酸 瞬间白色浓烟冒了出来 钠也被腐蚀的只剩下了一小块 由此可见 氟基酸果然是名副起始的磨酸